今天Style Knowledge的单元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的时尚部落客 也是亚拓的时尚总监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哇我们两个人今天呢 都是黑白配 但在黑白配当中 完全极尽呈现不同的优雅与可爱 今天Ann身上穿的完全是少女风 但小红老师不好意思讲可爱两个字 但是我觉得哇 它这个群衬本来是在下面的部分 变成在上面的群衬 这衣服变得好有趣哦 等会一定要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今天它除了这个漂亮的服装之外呢 Ann也特别带来给我们看到一些 不一样的饰品来为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饰品也是你自己非常喜欢的 对不对 对啊它是一个瑞典的设计师 它有在瑞典的到L的年度饰品设计师的头衔 对大奖 它都运用了珍珠烟金及大理石的部分 表达人跟自然的一个连结 那你自己为什么特别喜欢它的一些设计呢 因为像我现在看到它是大理石 但它看起来有点像玉石的感觉 很典雅又很有味道对不对 对其实它的设计风格呢就其实有一点粗犷 它是运用大理石 大家觉得哇怎么会这么粗犷的元素 其实在台湾大家都觉得是拿来铺地板 盖建筑的一个元素 它可以把它打磨成这么小颗 那像这个手环呢 像这个手环它其实因为设计师本身 它是念医学系的 所以它手环 你告诉我这是一个骨骼的感觉 对它是骨骼 那感觉小虎姐好厉害 那它这个骨骼的感觉 其实它是像人的手环 手这边的部分 它是用它自己的手的凹凸 去做成了这个手环的凹凸形状 那下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皮纹 就是设计师的皮肤 去打造的这个皮纹的部分 我觉得好有味道喔 对啊 就是一个很简单 而且你还可以按照你的手型 自己做一点调整是不是 有的时候手比较细的 哇 根本很难戴手环 而且有种像你刚刚讲的 人与自然互相呼应的风格 对 那那个手环呢 这个也是一个银饰 它是纯银 然后搭配这个也是花钢岩的部分 那像这个它就是很呈现 瑞典这种非常冷调的感觉 其实我很好奇设计师 它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 设计师本身的风格 其实就有如它的商品 它其实是长得非常非常有灵性的 一位女的设计师 对 那它其实本身也是 因为学医的关系 所以它对人体的各个构造 非常的了解 哇 学医来做设计 对 所以它就是设计的商品 其实跟人跟自然 都有完全不可秘的一个分割性 再上它饰品的设计呢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两个人身上的穿着 我们今天两个身上的穿着 其实是一个意大利双人组的设计师 是 那它其实在米兰时尚周 已经非常有知名度了 意大利的设计 大家看到就比较奔放一点点 我好喜欢我身上这件上衣喔 这件衣服真的会有一种活泼俏丽的感觉 但是也有一种气势风格 对 像小红姐身上这件衣服呢 就是它以高级定制服的感觉 像这个裙衬原本是坐在古代 或是高定的礼服里面的一个衬度 那它把它往上挺呢 其实小红姐今天的穿搭来看 有没有觉得小红姐的脚非常的长 哎呀 真的是这衣服 整个比例往上的感觉 对 这衣服真的是比例抓得好 裙衬的概念常常看到 但是我觉得很少人把它做成上衣的一个style 对 然后呢今天你穿的这件裙子呢 它的通度呢也是有一点学问的 刚好可以让你比例会更好些 对 像是我这个裙子也是 它用立体的剪裁 那像这里面并没有小红姐的裙衬 可是它用立体的剪裁 打造它圆鼓的感觉 所以它也会比较撅住对不对 然后它的角度上面也会让你看起来 比较圆转型对不对 对 OK 好 今天非常谢谢Anne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